大家好,我是列治文南中区的省议员姚军宪 我很荣幸地介绍我们省政府今天推出的反种族主义数据法案 它能帮助我们省政府更了解和打击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种族歧视对BC省省政府带来的可恨和历史上的伤害和破压 种族歧视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为了保护省民、少数主义和有色主义 BC省省政府听取了13000多名省民的心声 同时我们与第一名族和媒体族的领袖和社区沟通 社区领导也帮助我们与有色主义的团体对话 BC省省政府通过咨询13000多名省民后 我们更了解了社区的担忧 也体谅社区对数据安全的顾虑 因此省政府会以一种更全面性、更灵活性、更提亮性的方式 来准备反种族主义数据法案 我们的省政府坚决要打击和消除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谢谢大家